好 下班應酬有夠多 簡單分享一個案例就是 我們有個病人 他是一個三十幾歲的男業務 那他主要就是做這個 土地開發的工作 所以土地開發 必須常常要想辦法瞧事情 就是要找地主 或有一些相關的地方人士 然後就是要請吃飯 喝酒這樣 所以其實他平均來講 一個禮拜大概 據他說大概一個禮拜有四天 就是要到八大酒店 或者是餐廳 各個地方去報到 就是主要的工作 就是跟人家喝酒 拔甘情這樣 那有一次的話 他就是有一個大的案子 然後他剛好就有個機會 約到那個地方的一些 重量級人物 所以他們就去了一個 高級餐廳吃飯 那為了要讓大家賓煮盡歡 他就是 就是喝得很多 就喝到差不多一半的時候 就已經不行了 他整個人就不行了 他就我去上個廁所 就先跑去廁所 就... 就是先吐了一團這樣 再回去 繼續喝 剛剛吃的東西已經吐光了 喝到一半又不行 又很想吐 又再去吐 這時候就開始吐酒 突然久就開始 然後就開始吐膽汁 後來都吐光了 胃都已經沒東西吐了 可是因為喝了太多 喝過頭 就是開始一直整個人就是 乾嘔 吐到最後結果 都沒有東西吐 結果他怎麼以用力 怎麼覺得胸口甜甜 嘴巴甜甜 一吐啪 吐了一大口鮮血 吐血 對 他就嚇死了 世人都會嚇到 怎麼吐吐 我怎麼吐血這樣子 他想我喝酒喝到吐血很嚴重 當下就趕快 跟公司的其他陪同的人說 我吐血 我可能要先走 他就趕快去掛急診 那其實他這個就是 一個我們腸胃科 很常見一種我們俗稱叫 他這個就罹患一個叫做 你那個嘔吐太嚴重的時候 胃跟這個食道交接口 那個叫噴門 因為你一直嘔一首 他就這樣旋轉旋轉 後來就把你自己的食道黏膜 就撕破了 對 那因為食道黏膜 一撕破的時候 它很會流血的 所以常常一下子就 吐了一大口鮮血出來 那常常病人都會很害怕 就馬上來急症 可是腸胃科醫生看 其實這種 大部分是沒關係的 就是要 可能要短暫住院 兩三天不能吃東西 然後我們給他打針 讓他止血 修復 很快是可以好了 但是大家就是要注意 就是第一個 空腹喝酒 你很容易遇到這種狀況 第二個就是像剛剛講的 不要喝過頭 有時候真的小酌怡情 大喝就是傷身這樣 我的狀況其實是我 也是大學剛畢業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其實也是上班族 可是那時候的男朋友 也就是現在的老公 還開了居酒屋 講很快 對 開了居酒屋 然後那時候其實他就說 那你晚上 他那時候有時候 那種居酒屋的人潮 其實很多 他需要有人幫忙 所以然後他就說 那你可以就是下班以後 我六點下班 然後再趕去他的店裡 居酒屋大概到十一 二點 對 所以等於說 我其實長期兩年下來 我幾乎就是 沒什麼在休息 就一直都是早上上班 八點 八點半上班 然後就是到晚上十一點 但是其實那時候我會覺得說 我其實很累 可是為什麼 晚上都睡不著 當我很想睡的時候 其實已經大概三點 累過 對 凌晨三點了 然後我想說 不行啊 我明天七點要起來 所以就一直長期 大概一兩年都處於這個狀況 直到有一天晚上 其實我就是在陪他的客人 就是有點像應酬 然後我當然都是以茶代酒 因為我不會喝酒 對 然後後來 喝茶喝到暈倒 對啊 然後我就傻眼 因為其實 難怪你不能睡一半 你還要喝茶 真的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可能真的是好像太累 然後其實那陣子 其實一直都會出現一些 頭暈 然後頭痛偏頭痛的感覺 他就嚇到 他說 那你可不可以乾脆 把白天的工作就辭掉 那就晚上就是 只要專心在這邊就好 然後我就 好 我就辭掉以後 但是其實偏頭痛的症狀 其實一直持續 而且就是睡眠也就是 都會有點中斷 對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說 不行 我要去看醫生 可是檢查了以後 其實也沒有 醫生說 其實你都還滿這樣吃 應該是你過勞 然後你坐席不正常 就知道你要早點睡 早點睡 可是其實那時候 我已經覺得好像是有點 坐席有點像日夜顛倒 對 然後就覺得 一直調適不過來 就是像剛剛可能 醫師有講說 我也其實很容易會有什麼 對 然後一些小症狀 然後開始會什麼冒痘 身體就開始一直出問題 然後一直到現在 其實還是會有一點點 就是偏頭痛 對 而且你那時候 晚上喝太多茶 所以就會很難睡覺 對 就是一直是這樣 因為客人會說 來喝一杯 喝一杯 可是因為居酒屋 就是要跟人家應酬 對 就沒辦法 所以就變成是一直這樣子 就是我之前有個病人 其實跟他差不多 就是他的性質就是 他每天都要找客戶 大概一個禮拜 可能需要應酬四到五天 他那時候來是跟我說 他肚子會痛 那我們做超音波檢查 就確定真的是膽癢發炎 膽結石 那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他每天晚上就是去應酬 喝酒 然後都會吃那些 比較高熱量的東西 那酒精本身也是熱量 很高的東西 應酬到晚上十一二點 或者甚至是一點多的時候 他隔天早上 基本上他不會早上起床 他都是中午 中午才起床 甚至有時候到下午 就是早餐又沒吃 對 就變成說 他早餐又沒吃 空腹過久 然後又晚上的時候 都是屬於這種高熱量飲食 結果久而久之 他才三十幾歲 就膽結石 而且他膽囊發炎 就是膽囊臂整個變厚 然後他膽囊 我們一般正常的膽囊大小 大概是一個拇指大小 他的膽囊大概有 兩個拇指再多一點點 反正就是大概 一顆小球這樣大小 然後 有一半裡面都是石頭 一般來說我們膽結石 你如果太大了 基本上你就算吃一些膽炎製劑 也不太可能會消得掉 而且他又發炎 那個膽囊臂變很厚 所以就只能開刀 膽囊炎是因為膽結石塞在裡面 你膽結石會塞在裡面 是因為你長時間 就是空腹 晚上很晚睡覺 然後又很晚起床 就是你空腹時間過長 那我們在分泌膽汁的時候 它可能就是當它分泌出來 儲存在膽囊裡面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沉澱物 就是你過長的時間都沒有進食 它那個膽汁沒有辦法 從膽囊裡面 擠到十二指腸裡面 去消化食物 那它就會產生一些沉澱 那久而久之 就很容易會產生結石 那再加上說 如果你本身是屬於高油脂 高熱量飲食 它就會讓這個膽汁 變得更濃稠 然後你就會更嚴重 你就是變成說你三十幾歲 其實一般來說 通常都是四十幾歲 女性比較有可能 而且要肥胖 後來追蹤現在都還好 至少它沒有告訴我說 它的腫膽管又變粗了 又腫膽管結石 所以目前是還好 像剛剛林醫師提到那個病人 他會痛 這叫有症狀 或你的膽囊會發炎 這也叫有症狀 過胖也是會 過胖不算症狀 我們講 醫生講的症狀 就是 或是它石頭會掉出去 塞住膽管 這也叫有症狀 假如是沒有症狀 有的人比方說 有個病人他五六十歲來門診 只是來看個腸胃炎 我幫他掃個超音波說 你有膽結石 怎麼可能 都不知道 這種就叫做沒有症狀 還有石頭 在身體 結果他都完全不知道 假如你的膽結石 是沒有症狀 你只要 不需要開刀 然後像有一些老和尚 做化成佛以後燒出來很多 其實有的人就說 那搞不好是 自己的造業 自己 可是因為我現在的工作 比較常接觸到一些保健資訊 可是我覺得 我身體最差其實是 我之前是工作人員 就是綜藝節目的工作人員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作息不正常跟壓力大 還有 妳現在看哪個作息正常的 對啊 真的是 所以他們是真的很辛苦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還甚至遇到一個 我有一個主管非常愛喝酒 是女生 但喝酒是已經習慣到 不是晚上大家派對出去玩 然後炒熱氣氛的喝 她是連中午吃午餐 下午茶 不管我們去吃青蔥小菜 牛肉麵 各式各樣的餐廳 她都 一定要買到紅酒 而且她的紅酒 還堅持要14度以上的 她覺得那個酒精濃度高 她的風味比較好 我們覺得應該是 你的酒精依賴程度 已經到了一個標竿了 所以你沒有喝到那個趴數 你會沒有感覺 所以因為喝酒的人最怕 沒有人陪她喝 所以她喝一杯 我就得喝一杯 大概經過三個多月之後 我就開始發現我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 反胃的感覺 然後我要坐在一個位置上 休息一段時間 不然我會沒辦法動 我一動就會覺得要吐出來 然後後來是我開始感冒的時候 感冒過後一段時間 你可能剩下的咳嗽 咳嗽咳兩個月不會好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一直咳 而且每次去看耳鼻喉科 她都會照你的喉嚨 然後踢你的肺 然後踢起來都覺得可能是 不知道是不是喉嚨發炎 然後會開過敏藥給你 就一直都沒有好 直到有一次我想說 換一個醫生看看好 我就去嘉醫科 結果嘉醫科的醫生聽到肺 她就聽我的胃 她就說我懷疑你是 我才回想我每次咳的時候 我其實那個咳嗽出來會有點痰 它是有一點酸酸的 我再去大醫院照胃鏡 做很多檢查才發現 我真的是胃食道膩瘤 加上胃潰瘍 就是反覆你的胃已經到極限了 還沒有到穿孔的地步 可是就已經 那時候才二幾歲 我就開始過老人的生活 我就開始領慢性病藥籤 然後每三個月去領一次 然後每個月去領藥 然後每天早上起來 先吃自酸劑 然後我就吃了半年以上 我就嚇到 想說我一個二十幾歲的人 我每天早上在吃藥 沒有吃早餐喝水 你就先吞藥 我就想說不行 我也是吃到會怕 我就開始改變 我到現在為止 大概十年以上 我都不喝咖啡 完全不喝咖啡 跟一些甜的東西 尤其是奶 所以後來我就整個 從作息跟飲食方面去改變 重點是你酒有沒有少喝 其實我真的不是一個 很愛喝酒人 我再重申 只是真的 我會 拒絕不了那種 你可不可以喝一杯 我說好啦 好啦 那就陪你喝一杯 所以比較怕的是 我現在年紀比較大了 就不是主管跟 就是比較沒有那種上對下的 就比較敢去拒絕別人 像佩婷這樣子 如果你身體有不舒服的話 你不要 你應該就是要改變生活作息 不要只是吃藥去壓他 吃藥壓他 然後你又繼續去做 那些傷害你的事情 後果可能會有點不堪設想